说人情冷暖 素时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因着一根充电线 宝珠被老公成立打了 晚上宝珠的手机在充电 成立一下班回来 就扯掉充电线 接上自己的手机 宝珠认不住说他 怎么这么霸道 成立满脸不耐烦地说 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又不急着用手机 你大半夜的也不赶着上班 不也闲着 充电也是为了打游戏 你把自己的充电线放在车里用 又不愿意多买一根备用 老是抢我的 真自私 也不知道他哪句话 戳痛了成立 成立突然暴怒 跳起来重重扇了他一耳光 宝珠惊呆了 捂着火辣辣的脸颊 半天回不过神来 成立嫌恶地瞪了他一眼 抢过充电线进了书房 随后砰地甩上门 并啰嗦 一气呵成 宝珠失魂落魄地跌坐在沙发上 两人在一起八年 这是成立第一次对他动手 对他心理上的冲击 远远比肉体上的伤害大 他无法将曾经那个宠他如猪如宝的男人 跟刚才凶神恶煞地打了他的男人 联系在一起 第二天成立起床时 看到宝珠没有做早餐 而是沉着脸坐在沙发上 他想到自己昨晚的暴行 心虚地凑过去 说了一声 对不起 宝珠还没说话 眼泪已经不争气地滚了下来 咬牙说 要离婚 成立吓得低声吓气地求他原谅 握住他的手 叹气道 我不该打你 只是我最近的工作不大顺利 公司正在裁员 我心里压力太大了 宝珠心软了 他生了孩子后 两边父母都各种推托 不想带孩子 他只能辞职自己带 家里的经济压力 都落在成立一个人身上 虽然他还是很委屈很难过 但在成立的安抚和道歉下 这事就轻轻接过去了 彼时的他不知道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过了一周 是宝珠婆婆的生日 那天孩子有点拉稀 宝珠原本想让成立一个人回老家 小成给婆婆庆生 他留下来照顾孩子 成立不同意 说老人过生日 哪有儿媳孙子都不出席的道理 家里来了不少亲戚 七大姑八大姨齐聚一趟 宝珠跟几个同辈媳妇 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 他叮嘱成立要照顾好孩子 但成立埋头玩手机 心不在焉地敷衍他 宝珠进了厨房 一会儿孩子拉稀 还哭着说肚子疼 他这才知道 婆婆给孩子 喂了冰镇过的饮料 婆婆明知道 孩子肚子不舒服 还给孩子乱喂东西 宝珠忍不住地抱怨了几句 婆婆恼了 是他哭闹着要喝的 你嫌我管不好孩子 那我不管了 刚刚还装死 不管孩子的成立跳起来 冲过来扒击 甩了宝珠一巴掌 他还狠狠地掐着宝珠的脖子 将他推得凉凉强强 口中骂道 今天是我妈的生日 你竟然这样顶撞他 后来还是亲戚们 上前又拉又劝 成立才放开宝珠 成立手指松开的那一刹那 宝珠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恐惧感 那一刻的成立 就像一个发狂的魔鬼 体力悬殊地碾压 让他打了一个冷战 婆婆假意劝了几句 却字字句句 都在怪宝珠不懂事 公公哼了一声 打到了媳妇儿 柔道的面 不听话就得打 开启后 众人举杯欢笑 没有人注意到 厨房里浑身颤抖的宝珠 他抱着孩子从后门出去 一步也不敢停歇 就回了承熙的娘家 娘家父母看着宝珠 抱着孩子狼狈地跑回来 吃惊地问他 怎么回事 宝珠委屈地放声大哭 将成立打他的事说了 还说要离婚 父母陪着骂了几句 随后母亲说 离什么婚 两夫妻过日子 磕磕碰碰是正常的 孩子还小 你赶紧带他回去 别让成立担心 宝珠气急道 妈 他打我 他当众伤我耳光 还掐我脖子 要不是亲戚拦着 没准他会要了我的命 父母磕着烟杆说 哪有那么严重 他就是觉得 你顶撞了他妈 跌了他们的面子 给你一个教训而已 你也是不懂事 那种场合 婆婆再不对 你也得憋着 怎么能出声埋怨呢 宝珠感觉眼前 这一幕太魔幻 明明他才是暴力的受害者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怪他 都觉得是他不对 母亲又说 就因为一点小事 你就闹离婚 也不怕人笑话 你没工作 还带着个娃娃 离婚后怎么办 父亲点头复合 就是 你要是离婚 让我们老两口怎么见人 家里有个离婚的闺女 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 你弟弟妹妹以后 找对象也会受影响 宝珠难受的 好像被人掐住了心脏 胸腔里沉闷的 喘不过气来 他被男人打呀 为什么父母考虑的 不是为他出头 而是怕他离婚丢人 第二天 成立开车来接宝珠 他进门时 拎了礼品 热情的跟岳父母打招呼 还跟岳父喝了几重 宝珠不愿意跟他走 母亲偷偷在他的腰部 掐了一把 压低声音说 别耍脾气 免得让人看笑话 出门时 母亲推了不情愿的宝珠一把 笑呵呵的 往成立的手里塞了一袋子的土特产 不痛不痒的叮嘱说 两口子过日子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 成立点头哈腰 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冲动了 宝珠觉得真是讽刺 一句冲动 就美化了他当众施暴的恶行 上了车 成立刚刚讨好的表情 刷的变了 哼了一声道 你也就这点出息 一不顺心就闹着回娘家 要不是你爸打电话 求我过来接你 我才不管你这毛病 保证浑身的血都凝固了 他僵着的身体 张着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有眼泪积极的往下躺 他终于明白 娘家不是他的港湾 父母也不是他的后盾 他终于意识到 一个残酷的事实 如果他再继续忍耐下去 没准哪天就被成立打死了 婆家人不在乎他 娘家也不让他依靠 除了自己 他还能指望谁 难道能指望男人的良心 发现吗 家暴后 成立从第三下四到理直气壮 不停地试探他的容忍度 这是因为他一次次妥协 屈服 助长了成立的嚣张气焰 第二天 保证去了医院验伤 取得伤情鉴定报告后 又果断报警 民警登门后 成立恼羞成怒的恶狠狠盯着保诸 保诸跟民警说自己被家暴了 还展示他被打的伤口和伤情鉴定书 民警调解说 两夫妻有矛盾好好说 家务事不要太计较 保诸极了 若是家暴被定性为家务事 让成立逃过惩罚 带他们走后 成立绝对会更加的 肆无忌待打他 他掏出手机说 他这是蓄意伤害 我已经录了视频 留存证据 如果你们不处理这事 我就去找复联 去信访 我还要闹到网上去 实名举报你们 无作为 两个民警对视一眼 上前要将成立带走 成立慌乱的扭头 朝保诸喊道 老婆 我错了 你快跟他们说 我们是闹着玩的呀 你快帮我求情 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 保诸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他要亲眼看着这个欺压他 暴打他的男人 付出太假 成立被他看得有一些发毛 嗷嗷地叫着 说他知错了 求保诸原谅他一回 警方对成立做出 拘留十天并罚款的处罚 保诸的公婆和娘家父母 不过半天就跑到他家里来了 婆婆骂道 你这是要毁了自己的男人呢 你明知道他喝几两 猫尿呢 就犯魂 你跟他计较什么呢 保诸看着婆婆问 现在要是成立他妹子 被男人打成这样 你也不计较吗 婆婆顿时哑了声 公公暴跳如雷 指尖几次要戳到保诸的鼻尖 保诸强忍住胆气和恐惧 与他对视 爸 我敬你是长辈 我也会报警 所以呢不跟你吵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 马上报警 我能把他送进去 也能把你送进去 公公的动作将住 不敢再妄动 他这把年纪要是真被儿媳送进了橘子 这张老脸往哪哥 他气急败坏地朝保诸的父母骂道 你们养出来的好女儿 自己管教吧 父母 跳着脚 骂保诸 小提大作 母亲呢 则哭得眼眶发红 说他太冲动了 闹得家丑外扬 保诸难过地说 你们是我的父母 眼睁睁看着我被男人打成这样 却不愿意给我撑腰 难道还不许我给自己撑腰吗 父亲还想说话 保诸哭着说 爸 但凡你有伯父一半的气凶 城里 他哪敢拿我撒气啊 你就非得看着他 哪天打死我才高兴吗 父亲 哑口无言 母亲低声唤气 我们怎么可能不心疼你 你也不看看你伯父是出气了 可你堂姐两口子的感情 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忍一忍就过去了 我们不想你为了争一口气 就跟男人离心 加散了对谁都没好处 保诸苦笑 妈 他都不在乎这个家 我一个人怎么能撑得起一个家 保诸特地将城里的拘留 处理书 拍照发了朋友圈 不过半天 城里因为打老婆被拘留的事 就传得沸沸扬扬 城家父母羞扫的 不敢出门 拘留期过后 城里才知道 自己已经出名了 女同事女邻居 看她的目光 饱含唾气和不屑 她恼羞着要找 保诸算账 保诸正式提出离婚 谁劝都不听 城里和她的父母看得动真格的 这才慌了 城里色力内染地威胁道 你要是离婚 这辈子都别想见到孩子 我不可能让你带走孩子 保诸冷笑道 只要你不怕 带着孩子不好再娶 随便你 反正天底下 又不只是只有你一个男人 我跟谁不能再生孩子 看她态度坚决 公婆对视一眼 琪琪憋了脸色 如果真的离婚 城里赛婚又有点被一份彩礼 而且后妈还不一定对孩子好 他们劝保诸再给城里一个机会 保诸没有结枪 放话说离婚离定了 娘家父母不让保诸回家住 保诸也不求他们 她将孩子留给城里 自己外出工作 保诸这一走就是三个月 城里之前没照顾过孩子 顿时陷入兵荒马乱的窘境 不得已 求助了自己的爹妈 在孩子和工作的双面夹击下 在父母的抱怨和数落下 她的脾气为消磨的半点不胜 只能去求着保诸回来 公婆陪着她一起去讨保诸 这回俩老人帮着骂城里混账 公公还当着保诸的面 用擀面杖抽了城里一顿 给她出气 保诸提出要与城里写保证书 以后要是再对她动手就近身出户 而且她要求出钱请保母带孩子 她得工作 婆婆舍不得让儿子掏钱 答应自己来帮忙带孩子 城里也欠了保证书 保诸见好就收 跟他们回去了 她闹出这么大阵仗 并不是非要拼个鱼死网破 而是要给城里一个震慑 让她以后想动手时 想想今日的代价 如果真的走到离婚那一步 她也无惧 她有手有脚 难道还养不活自己 她不后悔被人骂泼妇 只后悔 在城里第一次对她施暴时 她没有反抗 才一再被打 人性惯会欺善怕恶 若是城里第一次打她 她就报警将她收拾一顿 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伤害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哦 我会尽力满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